到蛋行買雞蛋的客人 絡意不絕 霍欄中 白蛋 紅殼蛋 烏骨雞蛋等 也任君挑選 但在中南部雞蛋產地 傳出調漲聲浪 民眾認為目前蛋行 超市 賣場 都買得到蛋 但他不知道的是 其實背後得靠第一線業者 之間彼此調度 受天氣炎熱 淘汰老母雞等影響 蛋量出現缺口 老闆娘以自家蛋行為例 兩天進一次貨短缺約六千顆 但同行皆互助還能應付市場需求 而蛋價委員會縱觀市場 發現缺口更大 至於蛋價漲不漲 關鍵點可能在下週 雞蛋批發價格 從六月二十一日調降後 至今都維持在五十元 產地價則是四十五元 但傳出蛋農希望近期開會討論調漲 而且一漲恐達二到三元 養雞協會透露 各地都有掉蛋現象 是否一旦難求還需要觀察 而農業部表示 暑假後的開學季配合營養午餐使用 蛋的需求量的確會增加 但業者將會配合產銷計畫準備 對民眾不用擔心 近新聞曹生沈明陽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